洪仲秋的家人昨天有向马总统呈起 家属要的这份死亡证明书等了32天 终于在洪仲秋告别至当天 军检送来最新版本 确认死因是他杀 马总统出席告别是家属当面成情 比比法医使台评确误一是他为 但第二张死亡证明 死因却写着未确认家属不能接受 向总统反应不到24小时 第三版死亡证明军检火速送到洪家 其实政府想要采取的机器作为 确实在一开始的话 我相信对家属跟社会大众跟政府的伤害 都可以捐到最低 洪仲秋死因一改再改 7月4号军检第一次在死亡证明书上 勾选意外致死 但法医时台评复验后 确认死因是他为 7月15号军检第二次的死亡证明书 仍然是未确认死因 非得要家属亲自向总统陈琴 死因才终于改成他杀 到了三十几天之后才开始这些 就是作为来讲的话 其实大家都已经受伤了 家属之一 难道什么都要等总统出马 才能得到回应 死亡证明一泊三折 在洪仲秋火化之后 才确认死因是他杀 对家属来说已经迟了 新闻台北台中综合报道